且说吃了酒 戴安在门班房里叫了个小伴 帮着拿灯笼 到了王六儿家 叫开门就问秦童 哎 爹在哪儿呢 爹啊 他在屋里睡觉呢 他俩来到后边厨房 风妈妈说 戴安啊 你韩大婶 特意留了你的那份 说着 从橱柜里拿出一盘驴肉 一叠辣烧鸡 两碗瘦面和素子酒 戴安吃完说 冯奶奶 我有句话说 你可别生气啊 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儿 替俺六娘当家 如今在韩大婶这儿 又为韩大婶当家 等到家 看我对六娘说不说 冯妈妈在他身上拍了一下说 鹿死猴 你可别说 你六娘啊 得生我一辈子的气 我再也不敢见他去了 这里戴安和冯妈妈说话 秦童走到卧房窗子底下 悄悄偷听 原来西门庆用烧酒 把胡僧给的药 吃了一粒下去 西门庆心中安息 果然此药有点意思 屋里一阵疯狂云雨过后 只听西门庆说 六儿啊 等韩道国回来 我再打发他和莱宝 崔本去扬州之盐 盐迈了 再叫他去湖州支丝绸去 你看好不好啊 好答答 你随叫他去哪儿 只敢去 留着那王八在家干什么呀 诶 那铺子叫谁管呀 我叫奔四先替他迈着 也罢 且叫奔四看着吧 这一切都被秦童在窗外 听得真真切切 戴安从后边来 见他在偷听 拍了他一下 你光听有什么用 趁他们还没起来 咱们走吧 秦童就跟着他到外边 戴安说 这后边 小胡同里 新来了两个小丫头骗子 我之前骑马打这儿过 看见在鲁长腿的屋里 一个叫金儿 一个叫塞儿 都不上十七八岁 叫那小伴在那儿看着 咱俩混一会儿去 说着 吩咐小伴 你在这儿听着门啊 俺们静静手去 等里边找 你就去小胡同口叫俺们 吩咐完 两人在月亮地里 走到小巷 原来 这条巷子 叫蝴蝶巷 里边有十几家 都是开铺子的 戴安已经有点醉了 叫门叫了半天才开 原来 王八正和 前婆鲁长腿 在灯下撑银子呢 见两个凶神似的闯进来 连忙 把里间屋里的灯 一口吹灭 王八认得戴安 是提醒索西门庆 老爹家管家 就慌忙让座 戴安说 叫出他姐两个 唱个曲儿 俺们听完就走 王八说 管家 你来得迟一步 那两个 刚才都有人了 戴安不由分说 两步就冲进里面 只见灯也没点 月影中 看见炕上有两个 戴白毡帽的酒太公 一个在炕上躺着 另一个才拖裹脚 是什么人进屋里来啊 戴安搜的一拳打过去 打得那酒保叫了一声 啊 裹脚袜子也没穿 就往外飞跑 另一个在炕上爬起来 一步一跌的也走了 戴安叫起来 掌起灯来 贼也蒙流 就放他去了 要拿到衙门里 叫他试试新家棍 鲁长腿 拜了又拜说 二位管家 咳咳 息怒 他是个外经人 不知道 休要和他一般见识 金儿 塞儿 快出来 唱给二位叔叔听 这两个三流妓女 都梳着一窝丝盘剂 穿着洗白衫 红绿罗裙 走过来说 哦 今儿不知叔叔来 夜晚了 没做准备 说完 拿了四叠干菜 还有鸭蛋 虾米 咸鱼 猪头肉 干板肠之类的 摆上桌来 戴安 搂着塞尔 琴桐 拥着金儿 戴安看见 塞尔戴着银红纱箱袋 就拿袖子里的汉金 跟他交换了 金儿唱了山坡羊 歌词 歌词大意时 烟花寨 时难过 每日迎宾待客 一家吃穿 全靠奴一个 老钱婆 不管死活 门前站到深更半夜 谁会问我生 饱还是饿 烟花寨 再处五载三年 奴死多活少 泪眼如梭 金儿唱完 塞尔又珍一杯酒 递给戴安 接过琵琶来 刚要唱 忽然小伴儿进来叫 两个人连忙起身 戴安对塞尔说 我们改日 再来看你 说完出门 来到王六儿家 西门庆才起来 王六儿正陪他吃酒呢 他俩走进厨房 问冯妈妈 爹找我们了吗 你爹呀 没找 只是问马来了吗 我说来了 他就没再言语 他俩坐在厨房里吃茶 叫小伴儿点上灯笼 把马牵出来 西门庆临起身 六儿说 爹 那酒还热呢 你再吃上一张 你到家 还得吃酒 到家就不吃了 说完 拿起酒 又吃了一张 那你这一去 何时再来呀 等我把寒道国打发走了 就来 说完 上马回家 却表 金莲和众人 在月娘房里 听薛姑子徒弟 两个小姑子唱佛曲 忽然想起 之前月娘骂戴安 心想 哼 不知这西门庆弄的什么鬼 就回到房里 在床上摸那银器包 怎么没了 就叫春梅 春梅说 头里 爹进屋里来 在床背格抽屉里翻走了 春梅 她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娘正巧 去后边看薛姑子去了 爹带着小猫 进屋里来 我问着 她又不言喻 哼 一定是拿了这行货 往院中的淫妇家去了 等她回家 我得好好问问她 说完 就去后边了 等西门庆回家 夜已深了 就没往后边去 直接去李平儿屋里了 秦桶把灯送到后边 小玉收了 月娘看见 就问 秦桶啊 你爹回来了 爹回来了 去前边六娘房里了 你看看这人 这里人家等着呢 他就不进来 李平儿 慌忙走到前边 对西门庆说 他二娘 在后边 等着你上寿 你怎么 进我这屋里来了 我喝醉了 明儿去吧 就是你醉了 也得到后边 接个钟 你要不去 不惹他二娘 生气吗 就窜到西门庆 进后边来 李娇儿递了酒 月娘问 你今儿一个人 在那边房子里 坐到这么晚 哦 我和英二哥 吃酒来着 可不是吗 我说没个人 自己怎么能吃呢 说完就罢了 西门庆坐了一会儿 又折回到李平儿房里 原来 是在王六儿那儿 吃了胡僧的药 被药性把住了 跟六儿疯了一天 恰好 没曾丢身子 还越战越勇 进房 叫迎春脱了衣裳 就要和李平儿睡 李平儿说 那官哥在床上 已经睡下了 再说 你在后边睡吧 又来做什么 孩子才睡得甜甜的 我身上正不方便 你去别人屋里睡吧 别来缠我 西门庆搂过他脖子 亲了个嘴 这奴才 李达心里 又想和你睡一睡 西门庆笑着 告诉他 吃了胡僧的药 你要不和我睡 我就急死了 这可怎么办啊 我身上才来了两天 还没去 你先去 你先去五娘屋里歇一夜 也是一样的 我今儿不知怎的 一心只要和你睡 再不 你叫丫头端些水来洗洗 和我睡睡吧 你可真好笑 你今儿在哪儿吃的 醉成这样 回家还缠着我 那就是洗 也洗不干净啊 一个老婆的月经 玷污在男子汉身上 也晦气啊 明儿我死了 你也只找我 他拗不过西门庆 只好叫迎春端水来 洗干净 才和西门庆上床 说来也怪 李平儿慢慢拍哄着 官哥睡下 刚爬过这头来 那孩子就醒了 一连醒了三次 李平儿叫迎春 拿拨烂鼓哄着他 抱到奶妈那屋去了 这两人 方才自在玩耍 李平儿说 达达 慢着些 奴好疼啊 你既然疼 那我就丢了吧 这正是 四体无非畅美 一团都是阳春 西门庆这才知道 胡僧的药 如此美妙 睡下时 已是三更天机 且说 潘金莲 见西门庆 在李平儿屋里歇了 以为 偷去银器包 和他玩耍 没有发现 他在外边的勾当 这天 这天夜里 咬着牙 关门 睡了 月娘和薛姑子 王姑子 在上方睡 王姑子把整治的 头南衣包 和薛姑子的药 悄悄递给月娘 薛姑子 教月娘 奶奶 见个人子日 用酒吃下 晚上啊 和官人 同床一次 就是胎气 不可叫一人知道 月娘 连忙把药收了 拜谢了两个姑子 又对王姑子说 我那正月里啊 一直等着你 你就是不来 你老人家 倒说得好 那南衣包啊 好难找 亏了薛师傅 也是个人家媳妇 养头刺娃 真巧 薛爷在那儿 悄悄给了个 属老娘三钱银子 才得了 替你老人家呀 熬反水 打磨干净 两盒鸳鸯心瓦 泡链如法 用重锣筛过 和服药啊 搅在一起 才拿来了 王师傅 让你和薛爷 受累了 说完 给美人 拿了二两银子 香谢 明儿 若我坐上胎器了 再给薛爷 一匹黄鹤段子 坐加沙船 那薛姑子 和掌说 多谢菩萨好心 这正是 若叫此辈 成佛道 天下 天下僧泥 似水流 话说 潘金莲见西门庆 拿了银器包 去李平儿屋里了 气得一夜没睡 怀恨在心 到了第二天 一打听 西门庆去衙门里了 老早就到后边 对月娘说 那李平儿 背地里 讲究姐姐 说姐姐 太强势了 别人的生日 她也要管 你汉子 吃醉了 进我屋里来 平白对着人 侮辱我 让我丢脸 这月娘听了 怎么能不生气 对大镜子 和孟玉楼说 你们嘴儿 都在跟前看着 我也没说她什么 那小丝 叫灯笼进来 我只问了一声 你爹怎么没进来 小丝说 往六娘屋里去了 我就说 你看 你二娘在这等着呢 她怎么不进来 论起来 这话也不伤她 怎么就说我强势 我还把她 当成好人看 原来 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上哪看人去 感情 是个免里真 肉里刺的货 还不知背地里 在汉子跟前 嚼什么舌头呢 想想以前 贼强人 和我门里门外 抬头不见 低头见 谁知道会把她 给取进来 大镜子在一旁劝 姑娘罢了 看孩子的份上 罢了 自古啊 宰相肚里 好行船 当家人 是个恶水缸 好的 也放在心里 逮的 也放在心里 等我问问她 我怎么强势了 金莲一听 慌忙说 姐姐 宽恕她吧 常言道 大人不计 小人过 她在背地 挑唆汉子 那么几个 谁没被她说过 我和她 紧隔着一道墙 要和她一般 见识起来 那还了得 依仗着孩子 整人 说 她的孩子 到明儿长大了 又恩报恩 又仇报仇 唉 我们都是 饿死的书啊 你还不知道呢 吴大镜子说 我的奶奶 哪能这么说话呢 月娘 一生也没言语 常言道 路见不平 也有向灯向火 没想到 西门大姐 平日和李平儿 最好 长眉针线斜面的 李平儿 就舍得把最好的 铃罗锦帛 送给她 好汉金手帕 背地里 给大姐 听了这话 怎么能不去 告诉她 李平儿 正在屋里 给孩子做端午带的 融线符牌 杀小粽子 解毒爱虎 一看 西门大姐进来了 李平儿 让她坐下 又叫迎春 迎春 拿茶 给你大姑娘吃 西门大姐说 请你吃茶 你怎么不来呀 我打发她爹出门 又敢早上凉快 给孩子做些东西 六娘 有件事 我也不是嚼舌头 来告诉你 你没和五娘金连生气吧 她对着俺娘 如此这般的 说了你一片是非 说你说俺娘强势 如今俺娘要跟你对质呢 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叫她怪我 你得准备好话 打发她 这李平儿 不听便罢 听了这话 连针都拿不起来了 两只胳膊都软了 半天说不出话来 对着大姐掉眼泪 大姑娘 我哪说一个字了 你娘善待我一场 难道我不是好歹 敢说这个话 就算我就是这么说的 对着谁说的呀 也得有个下落呀 六娘 她听见俺娘说 要跟你对质 她也慌了 要是我呀 一定要当面罗 对面骨 跟她对质去 唉 我哪能 对过她的嘴皮子 平天罢了 她左右 昼夜算计着俺娘脸 迟早 让她算计了一个去 才算完了 说完哭了 大姐儿劝了一会儿 小玉过来 请六娘和大姑娘吃饭 李平儿丢下针指 和大姐到后边 也没吃饭 回到房里 倒在床上 就睡着了 西门庆从衙门回家 见李平儿在睡觉 就问迎春 迎春啊 这是怎么了 阿娘一天都没吃饭 慌得西门庆就问 你怎么了 怎么不吃饭啊 对我说说 又见她哭得眼睛红红的 你是心里不舒服 那就快对我说 李平儿连忙起来 揉了揉眼睛说 我 眼睛 眼睛疼 没事的 今日 懒得吃饭 李平儿 一个字也没说 这正是满怀心腹事 尽在不言中 莫到家人总是吃 兴兴灵力 没便宜 只因会进人间事 惹得咸丑满肚皮 大姐到后边对月娘说 娘 刚才五娘说的话 我问六娘了 她堵身发皱 望着我哭 说娘这般看顾她 她怎么能说这话 吴大镜子说 哼 我就不信 人家李大姐这么好的人 怎么能说这等话 月娘说 想必啊 他们两个别扭了 哄不到汉子 到后边 拿我垫舌根子 我说 大姑娘 今后 你可别亏了人家 不是我背地里说 那潘五姐啊 一百个不及平儿 人家李平儿 心地好 来咱家这两三年 没做过任何错事 正说着 只见秦童 背着个栏目 大包袱进来 月娘问 这是什么呀 哦 这是三万严隐 韩伙计和崔本 才从关上挂了号回来 爹说 打发饭给他们吃 兑银子打包 后天二十 是个好日子起身 打发他们三个 去扬州 吴大镜子和二位师傅 去二娘房里了 可话还没说完 只见西门庆 掀帘子进来 慌得吴大镜子和薛姑子 王姑子 急急忙忙 往李娇儿房里走去 早已经被西门庆看见 就问月娘 那个 是薛姑子 贼 胖秃淫妇 来我这里干什么 月娘说 你这说妄语 嚼舌头的 骂他干什么 他惹你了 哎 你怎么知道 他姓薛呀 哼 我还不知道他干得够的 他把陈参政的小姐 吊在地藏庵里 和一个小伙偷奸 他可是知情人 额了三两银子 事发后 抓到衙门里 被我脱衣 打了二十板子 叫他嫁汉还俗 他怎么还不还俗啊 你不能这么毁谤僧佛 他一个佛家弟子 想必啊 那善根还在 平白的还什么俗 你不知道 他好有道行呢 你问他 有道行 一夜接几个汉子 行了 他爹 你别说了 又让我没好话骂你啊 对了 几时打发他们三个起身啊 我刚才派来宝 去乔庆家家了 他那里出五百两 我这里出五百两 二十是个好日子 打发他们起身去吧 那线铺子交给谁开呀 线铺子且交给奔四 替他开着吧 说完 岳娘开箱子拿银子 交付给三个人 在卷棚里 看着打包 每人又对了五两银子 叫他们回家 收拾行装 其说 应伯爵来到卷棚里 看见正在打包 就问 哥 这打包做什么呀 西门庆就把二十日 打发来宝他们 去扬州支盐的事说了 应伯爵举手说 哥 恭喜 此去啊 回来必得大力啊 西门庆笑了 来来来 坐坐坐 上茶 我说 李三黄四那银子 什么时候还呢 啊 那个银子啊 这个月就能出来了 可是 如今 东平府 又派下 两万箱来 还要从这儿 挪五百两银子 接济他 这一时之急 如今啊 关出这批银子 一分也不动 都抬过这边来 英雄啊 你这不是看见了吗 我打发扬州 还没银子呢 跟乔庆家 借了五百两 在里头 去哪儿拿银子啊 大哥 你看 他再三求我 说 不凡二主 你不接济他这一步 叫他到哪儿 借钱去啊 嗯 这样吧 门外接东 徐四铺 欠我银子 那我就从那儿 挪五百两银子 给他吧 大哥 那可太好了 正说着 只见平安 拿进铁来 爹 夏老爹家 拆了下寿 说请天明去坐坐 西门庆看了帖 好 我知道了 硬伯爵走过来 大哥 我有桩事 报给你 你可知道 李贵姐的勾当吗 他没来 哦 他呀 他从正月去了 就没来过 大哥 王昭宣府里的 王三官 原来是 东京六皇太尉 侄女儿女婿 正月里啊 去东京拜年 那老公公 赏了一千两银子 给他两口过节 你可不知道 这六皇太尉 为侄女儿 长得多标志 可那王三官 可那王三官 哪能守在家里呀 每天被老孙 筑麻子 小张贤 三四个 缠着在院里 把两条巷 齐家那小丫头 齐乡 也给疏隆了 又去 李贵姐家 那王三官 把他娘子的头面 都拿出来给当了 气得他娘子 要上吊 这不前天 他老公公过生日 他娘子到东京 就告了他的状 这老公公一气之下 把这几个人的名字 送给朱太尉 朱太尉呀 披行东平府 让咱们本县抓人 昨儿 就把老孙 筑麻子和小张贤 都从李贵姐家抓去了 李贵姐 躲在隔壁 猪毛头下 过了一夜 今儿啊 说要来求你呢 我说 怎么正月里 都跟着 王三官去看灯 那猪麻子 还跟我打马虎眼 硬伯爵站起来 哥 那我先走了 等会儿 李贵姐就得来 你管他 不管他的 他又说 是我窜着你 硬二哥 那李三 借银子的事 你先别答应他 等我要回银子来 再跟他说 硬伯爵刚走出大门口 一看 李贵姐的轿子 已经在那儿了 西门庆正吩咐 陈静记 叫他去 徐四家催银子 秦桐走进来说 爹 大娘后边请 李贵姨来了 西门庆到后边 李贵姐身穿 茶色衣裳 妆容不整 给西门庆 磕着头哭起来 爹 这可怎么办啊 那造化低的营生 关着门 在家坐着 祸从天上来 一个叫王三官的 俺们又不认识他 那猪麻子 孙寡嘴 领到俺家来 讨茶吃 俺姐姐 又不在家 我把门插了 不出来 谁想到 从外边 闯进一伙人来 不由分说 把他们三个 都拿去了 王三官 躲门走了 我躲到隔壁家去了 今儿一早 点名 让我去东京 回话 爹 你老人家 可怜 可怜我 娘 您也替我说说 西门庆笑了 你起来 那票上 还有谁的名字啊 还有 齐香的名字 他输拢了 齐香 在他家花钱 他就该当 俺家 要见了他一个钱 就把眼睛珠子掉了 要是粘了他身子 一个毛孔里 生一个天炮窗 岳娘对西门庆说 岳娘对西门庆说 也罢 可别让他说得吓人倒怪的 你替他说说吧 好吧 如今 齐香 他在王皇亲宅里躲着呢 既然是这样 你且在我这里住两天 我这就派人去县里 替你说 书童啊 你快写个帖 去县里 见你李老爹 就说 贵姐常在我这做事 看能不能免提他 书童答应着 穿清娟衣服去了 不一会儿 拿了李之县回帖 爹 李老爹说 告诉你老爹 别的事 无不领命 这个 可是东京上司 下来的批文 看在你老爹的份上 我宽限他两日 要免提 还得找东京上司说去 西门庆听了 沉吟了一会儿说 如今 这来宝 一两天就要起身了 岳娘说 也罢 你打发他们两个先去 把莱宝留下来 替贵姐去东京 说了这够当 叫她再赶去 你看把贵姐 吓得那样 贵姐连忙给岳娘 西门庆磕头 西门庆派人 叫过莱宝 吩咐他 吩咐他 来宝啊 二十日 你先不去 叫他们两个先去 你明儿 且去东京 替贵姐说说这够当 见你宅爹 如此这般 好歹 派人往位里说说 贵姐连忙 给莱宝下礼 慌得莱宝 顶头相还 说贵姐 我就去 西门庆 叫书童 写了一封信 致谢宅管家 前日 因为寻案的事 甚是费心 又封了二十两 折结礼银子 连书 交给莱宝 贵姐高兴了 拿出五两银子 给莱宝做盘产 说 回来 阿妈 还要种些宝哥 西门庆不肯 还给了贵姐 叫月娘 另拿了五两银子 给莱宝做盘产 贵姐说 没这个道理呀 我求爹说人情 又叫爹出盘产 贵姐啊 你笑话我 没这五两盘产了 要你的银子 贵姐这才收起来 向莱宝 拜了又拜 莱宝哥 好歹明早起身 别迟了 好 我明早五更就走 莱宝领了书信 又来到狮子街 寒到国家 王六儿正在屋里 缝小衣服呢 从窗眼 看见莱宝来了 莱宝啊 你有什么话 请房里坐 他不在家 去裁缝那儿 取衣服去了 就回来了 锦儿 还不去对棍 徐裁缝家叫你爹 就说宝大爷在这儿 韩嫂 我就是来说声 我明儿还去不成 又有庄业债 钻进来 被当家的留下了 叫我去东京 替院里 李贵姐说人情去 哎 嫂子 你做的是什么呀 啊 是她的小衣裳 嫂子 你叫她少带衣裳 那可是 出沙罗 断捐的窝 还愁没衣裳穿 正说着 韩道国来了 就把贵姐的事 说了一遍 道国兄 我到扬州 哪儿去找你们呀 哦 老爹吩咐了 叫俺们 码头上 住经济 王伯卢的店 说过世西门老爹 曾和他父亲相交 他店里 房屋宽敞安全 你去那儿 找俺们就是了 嫂子 我明儿上东京 你有没有什么 要烧进府里 给你女儿的 哦 有 有他爹 替他打的两对簪子 两双鞋 劳烦他保书 烧给他 说完 叫春香 看菜筛酒 端上菜来 真酒 递给来宝 王六儿 也陪在旁边 三个人 坐下吃酒 吃喝完毕 王六儿 把女儿的东西 递给来宝 累他保书 到府里 问爱姐儿 好不好 我也放心些 来宝走的时候 两口 一起 送出门来 咱们不说 来宝到家 收拾行李 第二天 起身东京去了 单表 这吴大舅 来找西门庆说 有东平府 行下文书来 派安管工程 修理设仓 姐夫有银子 借得几两 供上使用 等款到 依依奉还 西门庆笑了 大舅 用多少 只够拿去 那就借二十两吧 说完 一起进后边 见月娘说了话 叫月娘拿二十两银子 交给大舅 月娘叫西门庆 留大舅 大厅上吃酒 正饮酒 只见陈静几来了 给吴大舅做了衣 爹 徐四家 禀告爹 说再还两天 还钱 什么 胡说 我这等着银子使呢 还得去骂那狗弟子孩 好嘞 吴大舅 让静几坐下 一起吃酒 且说后边 大镜子 杨姑姑 李娇儿 孟玉楼 潘金莲 李平儿 大姐儿 都陪贵姐儿 在月娘房里吃酒 先是玉大姐唱了一首 张生游宝塔 放下琵琶 孟玉楼在一旁 斟酒地菜 给她吃 你这转门的 唱了这一天 还说我不疼你 潘金莲又用筷子 夹了块肉 放在她鼻子上 气弄她玩耍 贵姐叫 李小姐 你把玉大姐的琵琶 递给我 等我唱个曲儿 给姑奶奶和大镜子听 月娘说 贵姐儿啊 你心里不安生 就别唱了 没事儿的 爹娘 替我说人情去了 我这会儿啊 不着急了 孟玉楼笑了 哼 李贵姐儿 倒还是院中人 变脸快 刚才 还眉头紧皱 急得 茶也吃不下去 这会儿 就有说有笑了 当下 贵姐轻书欲止 顿波冰弦 唱了起来 且说 贵姐儿正唱着 只见琴童收紧家伙来 月娘问 你大舅走了 嗯 大舅走了 吴大镜子说 姐夫回来了 那我得走了 琴童说 爹到五娘房里去了 这潘金莲听见 就坐不住了 颠着脚 想要走 又不好意思走 月娘 也不等她动身就说 金莲啊 你往你屋去了 你去吧 那金莲还嚷着 哟 急什么呀 嘴里应着 那脚步 可是去得快 来到了房里 一看 西门庆 已经是吃了胡僧的药 叫春梅脱了衣裳 在床上 在床上 帐子里坐着呢 金莲一看就笑了 我的儿 今儿好呀 不等你娘来就上床了 我们在床 我们在后边吃酒 李贵姐唱曲儿 灌了好几桌 哎呀 就这么一个人 黑灯瞎火的 身一脚浅一脚 都不知道怎么走回来的 春梅啊 春梅啊 你有茶吗 倒有欧子 给我吃 那春梅端了茶过来 金莲吃了 努了个嘴儿 给春梅 那春梅 就知道她的意思了 那边屋里 早已经替她热好了水 金莲抖了些 檀香白帆在里面 洗干净了下边 就在灯下 摘了头 只插着一根金簪子 拿过镜子来 重新又把嘴唇 抹了枝烟 口中含着香茶 走过这边来 春梅拿过睡鞋 递给她 换上 又带上门 出去了 有了这春梅 两人云雨的疯狂 你懂的 没想到 旁边蹲着一只 白狮子猫 看见那命根子动 不知是什么物件 扑向前 用爪子来抓 这西门庆 用手中拿的 撒金老鸭扇子 眼斗猫玩 被西门庆 夺过扇子 把猫用力 打了一扇耙子 打出仗子外去了 发剑的冤家 人查不及 说他还有十三年的阳兽 又放回来了 他老婆看见 他浑身都变过来了 只有那阳雾 还是驴的 没变过来 那个人就说 我往阴间换去吧 他老婆就慌了 说 我的哥哥 你这一去 只怕不放你回来了吧 等我慢慢的挨吧 金莲听了 笑得拿扇子 把西门庆打了一下子 早晨起来梳洗 春梅打发穿上衣裳 寒道国催本 又早在外边伺候 西门庆出来 烧了纸 打发起身 又交付了两个人 两封书信 你们看 这两封信 一封是到扬州码头上 头王伯如店里下 这一封 就往扬州城内 抓寻苗清 问他的事情下落 快来回报给我 如果银子不够 我后边再叫来宝烧去 崔本说 还有夏老爹的信吗 哦 你夏老爹的书信还没写 叫来宝后边烧去吧 两个人拜祠 上马去了 西门庆一早去了衙门 看看没什么事 就回家了 一个身穿轻衣造立 骑着快马 夹着毡包 满面汗流的人 到西门宅大门口 问平安 请问 此事提醒西门老爹家吗 平安说 你是哪里来的 那人马上下马坐一 我是都崔黄木的安老爹拆来的 送礼给老爹 安老爹和管砖厂黄老爹 现在都去东平府 胡老爹那里吃酒 顺便先来拜老爹 看老爹再家步 那 你有铁没有 那人从毡包里取出 连礼物都递给平安 平安拿进去 给西门庆看 一看 里贴上写着 这愁两端 胡棉四金 香带一束 古镜一元 就吩咐 来人啊 包五钱银子 拿回帖 打发来人 就说 我在家 恭候老爹 那人急急忙忙的走了 西门庆 马上预备酒菜 等到中午 二位官员 喝道而至 轿子 华丽富贵 先派人 投了拜帖 西门庆 出大门迎接 到厅上序礼 各道 阔别之情 分宾主 坐下 先是 黄主氏 举手说 久仰 贤明 方誉 学生 迟拜 西门庆说 不敢 汝成老先生 先师网驾 不胜荣幸 敢问尊号 安主氏说 黄年兄 好太语 取吕太定 而发天光之意 黄主氏说 敢问尊号 西门庆说 学生介号四全 因为小庄 有四眼景 真羞异品 极为丰盛 汤饭点心 海鲜美味 一起上来 西门庆 拿小金钟 给美人 只敬了三杯酒 就连桌 抬下去 管带亲随 家人 利点 只见下题行 差人来邀请 西门庆说 我就去 一面吩咐背马 走到后边 换了官带衣服 出来上马 戴安 秦童跟随 排军 鹤道 来到了下题行家 到厅上叙礼 说 家里有 公布都摧 黄木 安主政 和专场 黄主政 来拜 留坐了半日 方才去了 不然 早就来了 说话间 两个小悠 上来磕头 弹唱饮酒 不提 且说 这潘金莲 打发西门庆出来 直睡到晌午 才爬起来 起来了 又懒得梳头 怕后边人说他 月娘请他吃饭 也不吃 只推说 身体不舒服 大后上 才出门来 来到了后边 月娘 因为西门庆不在 要听薛姑子 讲说佛法 演诵 金刚科仪 特意呢 在那明尖里 安放了一张金桌 焚下香 那薛姑子和王姑子 两个人对坐着 妙趣 妙凤 两个徒弟 站在两边 接念佛号 大镜子 杨姑姑 吴月娘 李娇儿 孟玉楼 潘金莲 李平儿 孙雪娥 和李贵姐 众人 一个不少 都在跟前 围着她坐着 听她演诵 薛姑子说 落花 落花无反树之期 世水无归源之路 极品高官 官觉犹如作梦 黄金白玉 空为祸患之资 红粉青衣 总是尘劳之沸 欺奴无白载之欢 黑暗有千众之苦 一朝枕上 命眼黄泉 云云 薛姑子正要在场 只见平安 慌慌张张地走进来说 娘 寻案 宋爷 拆了两个快手 一个门子 送礼来了 月娘慌了 你爹往下架吃酒去了 谁能打发他 正说着 只见戴安 回马来家 放进毡包来 说 不打紧 娘 等着我拿铁去找爹 叫姐夫 且先请那门子进来 管带他酒饭 这戴安 交下毡包 拿着帖子 上马 云飞般的 来到了下提醒家 如此这般 说寻案 宋老爷 宋礼来了 西门庆 看了帖子 上面写着 仙珠一口 金九两尊 公指四刀 小书一部 下面写着 士生宋桥年拜 连忙吩咐 到家 叫书童 快拿我的 官衔双折手本回去 门子打赏他三两银子 两方手帕 还有台盒的 每人给他五钱 戴安回到家 到处找书童 急得不得了 陈静记又不在 叫副伙计 陪着来人吃酒 戴安要了手帕 银子出来 又没人封 只好自己在柜台上 迷风停荡 叫副伙计写了字 大小一共三包 又问平安 哎 你不知道 书童去哪了 嗯 投离姐夫在家时 他还在家 后来 姐夫往门外 讨银子去了 他也不见了 哼 一定是 外边胡同 养老婆去了 正着急 只见陈静记和书童 两个人 一前一后 蝶骑着骡子回来 被戴安 骂了几句 叫他写了官衔手本 打发送礼人 去了 戴安说 蝶不在家 你家也不堪 爹又没派你和姐夫 去讨银子 你跟着干什么去 看我不告诉爹 你说呗 我还怕你 你不说 就是我的儿子 贼狗小丝 我怕你不成 戴安走向前 一伸腿 把书童 就便翻倒了 两个人 咕噜到一块了 那戴安 吐了他一口唾沫 才罢了 说 我接爹去 等我回家 和银妇算账 说完 骑马走了 月娘在后边 打发两个姑子 吃了些茶食 又听他唱佛曲 那潘金莲 不住地在旁边 拉玉楼 玉楼不动 又扯李平尔 还怕月娘说他 月娘说 李大姐啊 他既然叫你 你和他去就是了 省得他在这儿 百无聊赖的 那李平尔 这才跟他出来 被月娘 瞅了一眼说 哼 拔了萝卜 地皮宽 叫他去了 省得他在这儿搅和 原本啊 就不是听佛法的人 就不是听佛法的人 这儿搅和银妇 在这儿搅和银妇 在这儿搅和银妇